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也有难足 但我不想说 说多了都是累 但是 你知道吗 其实 我们平时喜闻乐见的拔河比赛曾经也是 奥运会的热门项目 只不过后来惨遭除名 这里我们说一个题外话 其实拔河比赛可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呢 详情请看 第64部 十万不冷知识 拔河比赛的起源 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继续说奥运会 拔河比赛第一次是在1900年的巴黎 奥运会上亮相的 那一次 在巴黎 一直丹麦人和瑞典人混合而成的队伍赢得了冠军 四年后 三支美国的队伍包揽了前三名 在1908年的伦敦 英国人大获全胜 伦敦警察队夺冠 后来 在一次比赛中 美国队抱怨英国人使用了违规的钉鞋 抗议无效 美国队弃赛已是不满 英国人获得冠军后为了表示歉意 愿意赤脚与美国人再来一场 被婉拒 1912年 瑞典人主场夺冠 1920年 英国人又赢了一次 之后拔河比赛因为诟病太多 观赏性又不强 所以就被移出了奥运会